关注的是一起严重社会案件 真的是太残忍了 在知名的台北市松售路 ATD for fun的一间夜店外面 今天凌晨竟然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一名薛姓刑警在休假的时候 前往夜店去调解纠纷 竟然被围殴 而且最后不幸被刺死 在今天凌晨1点10分的时候 因为获报的时候 在松售路12号 有人的时候在前往的时候 聚众之势 他前往处理的时候 招十多名殴打 然后1点32分受到被译 受到几天前 已经没有声明的迹象 实际上我们殖民伤 现在已经报警检察官跟法医 在做证件报告中 好 那现场其实是血迹斑斑的 而这一名遭到不幸 刺死不幸身亡的薛姓远景 他原本休假 但还是在管区巡视 而听到夜店有人在聚众闹事的时候 他前往处理 但是竟然被四五十个人 用棍棒跟刀屑给集体攻击 伸中多刀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凶前手段是十分的凶残 警方现在已经调动权力 要全面的弃凶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